大家好,我是瓜牛哥 可以吧 好的 那么 这一场出战的双方式水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7000名 终极战斗仪贝利亚 7000名 他是类主 上一期视频他获胜了 瓜牛哥在这个游戏当中也想叫他 极恶贝利亚 好的挑战方式水100名 一拳超人 奇遇老师 到晚的 强调一下 到晚的1000名 100名 大家觉得谁能获胜 觉得 终极战斗仪极恶贝利亚 能获胜的 预测 敲一波一 觉得到晚的100名 一拳超人 能获胜的 挑战方 评论区敲个2 好的 精彩的战斗即将开始 赶紧预测一波 跟瓜牛哥互动 来我们把镜头这样看 因为这数量 对比比较大 那么 周里 杰拉 费拉 起飞 起飞 PRE 起飞 看见没 贝利亚起飞了 虽然是盗版的 但是实际还是很强的 我跟你们讲 别小看 一拳超人 盗版的 那正版的就更强了 merc 直接起飞 起飞 他得看 非常壮观 满天都是贝利亚 被走到处飞 这就是一拳套人的实力 在这个游戏当中 很恐怖的 但是他们毕竟才100名 不是吧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正常 这贝利亚 这才开始就 才开始就泡跑了 我的天 这也太快了吧 这才开始就 就磨正了吗 这些 你这太让我失望了呀 这个游戏 才开始就出问题了呀 哎呦 这是干嘛呀 这动作 这空中跑步的 这慢慢向地上跑去 这是 这应该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被这个一拳套人吓到了 对吧 直接往地底上跑了 我的天哪 这应该是被贝利亚吓到了 不是说错了 应该是被一拳套人给吓到了 什么情况呀 这刚开始就已经不 刚开始就不正常了呀 这没法比拉呀 这一把 朋友们 这还有个原地打棒棒的 看嘛 这干嘛呀 我真的没想到这一次 居然是这样啊 这没法 这一次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判断胜负了 这太不正常了 太不正常了 好吧 那么这一期只能到这里了啊 最后给我们这一个原地飘移的贝利亚一个特写吧 一拳套人是找不到了啊 一拳套人那么小找不到他了啊 只能看一下贝利亚最后给他一个特写 还是非常帅气的啊 拿着这个终极战斗仪 这个武器关联哥也觉得非常帅气啊 不亚于金服吧 对吧 好吧 只能这样了啊 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支持关联哥帮忙多多点赞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